謝謝主席 是不是麻煩有請潘部長 有請潘部長 黃維好 部長好 今天有關於教師法的修正 實質的內容 等下再進入 先請教第一個問題 台大現在新院的校長 賀忠銘先生 他發出不平之名 他認為說 在國際上面討論大學的排名 非常的不公平 他為什麼說不公平呢 他說你知道在台灣的陸生 不算外生嗎 這個對於 我們在參與國際評比的時候 管校長認為傷害非常的大 他認為台灣把陸生及外生 把它區別對待 這是沒有道理的 然後讓台大在國際私生比例上 遠遠落後於香港新加坡 部長你贊不贊成管校長這樣的說法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針對大陸 學生 其實這不是由學校 也不是由單一部門去界定他的身分 這個在我們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其實是非常的清楚 沒有啊 但問題是說 我們就讓教育回歸教育嘛 如果他真的是從中國來了 把他講成是外生 也很有道理啊 新加坡也好 香港也好 人家都把他刷外生啊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做不到 我覺得管校長這件事情講得很有道理啊 教育部支不支持 兩個 這部分我想在身份上跟計算上 這是兩件事情啦 那管校長提的這個部分 當然教育部可能 不只是陸生等等的問題 還有其他我們有一些 所以教育部支不支持 你覺得管中你講的有沒有道理 教育部支不支持 這麼直率的答案 就請部長直率的回答 我覺得這應該要評估 評估啊 你要評估多久 委員這個 因為管校長他發表這個意見 對嘛 你說你要評估有尊重你啊 你要評估多久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說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不好意思喔 你就從你教育部的立場去講就好了嘛 那你說他剛講 然後你要評估 我有尊重 我只問你要評估多久啊 防疫州進行 我用兩個禮拜好 兩個禮拜 OK好 那你說管校長喔 可能疏忽到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 其實國際師生占比啊 在很多世界大學評鑑的排名裡面 他占比其實蠻低的啦 像QSYM University Ranking 他就只有占5%嘛 那如果是泰伍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學排名的話 事實上更只有占2.5%啦 所以管校長他一方面講的有道理 我把中生算成外生 我基本上蠻支持的啊 那當然問題是說 占的比例這麼低 對於他們所現在面臨的困境 會有多大的幫忙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與其啊 去關心說在這種計算標準上 中生算不算是外生啊 我覺得台大恐怕還有更實質的問題要考慮 什麼樣實質的問題啊要考慮 今天我們在討論啊 試任教師 那個教師我們在處理的問題層次好像都是說啊 他是不是 教學上面有認真啊 publication是不是 在一定的年限當中沒有升等啊 就把人家out是不是 就是太嚴格啊 那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真正的問題是說 在大學裡面 貪污公款的教師 還可以繼續讓他留在校園裡面嗎 不需要付出責任嗎 來我們先看一下 之前我質詢過啦 這個貪腐的校長 曾文家商的 教平會最後做出什麼處置 跟委員報告 委員之前的質詢 那教育部 我跟署長這邊回應 那最後他很快的 教平會做出停聘的處置 非常的好 停聘嘛 這種貪污公款的 當然就應該要停聘啊 有什麼好包庇的 那我現在就覺得很奇怪啊 連張文家商都做得到 台灣大學為什麼做不到 這個貪污公款的教授 現在還在台大裡面啊 我之前一直問 教育部說 這個要台大的回覆 然後我問的內容 全部都用密件 我又不知道要秘密什麼啊 是這個老師貪污是秘密 還是台大包庇縱容 這個老師是秘密 那現在教育部打算怎麼辦 讓台大繼續擺爛下去嗎 台大在啟動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想對於教師聘任 這個基本的權責 其實是清楚的 那教育部依法來監督 對這個事情也沒有放鬆 目前我所了解到的進度啊 講得具體一點嘛 不要講空的 你說你沒有放鬆嘛 聘任案提出負義的過程 提出負義什麼時候提出負義的 這個事情喔 我老實講啊 2016年 就出現了這個事情 那部長你在當前一任部長的任職期間 你主持聯政匯報 說這種事情絕對不能容忍 我那時候對你非常的欣賞 但問題是台大就是擺爛啊 果然我到現在還是不能容忍 對嘛 所以這個案子我當時 非常的好 答應過委員說 這個事情不會忽然就停止了 部長你就直接跟管中銘校長講啊 從教育部的立場 就用貪污的教授 台大繼續包庇 教育部無法容忍 我今天聽部長這樣講啊 我非常的欣賞啊 但問題是 接下來台大 多少的時間會處理這個案子 委員我想他已經啟動這個程序 教育部也一定會密切的去注意 所以還需要多久 上禮拜教育會開完 沒有關係啊 今天教育部齁 你就公正公平公開 發一個公文給台大 請台大回覆還需要多久 請給沒有辦法容忍這種事情的教育部 以及沒有辦法容忍這種事情的 台灣社會一個交代 這台大應該做的啊 在擔心在世界上大學的排名 如果傳到是 如果傳到那些評券機構發現 我們的國立台灣大學 連這種貪污的都在包庇 這恐怕不是說 中國學生到底算不算外生的分數 到底要怎麼樣佔比的問題層次了 是 跟委員報告 剛才陳處長這邊有掌握到的情況 應該是這個禮拜 台大會把教育會處理的 這個部分的情形回報給教育部 所以教育會開了沒有 開了 結果是什麼 上禮拜五開 結果是什麼 還在了解 還在了解 奇怪了 這個是秘密會議 上禮拜五開了 到今天還在了解 我想這個禮拜內 台大會回應我們 回覆他們在整個處理 剛才也跟委員報告了 因為教育部也認為 在整個聘任上 台大應該要在 對於聘任的一些條件 應該要審慎 OK好 我拭目以待 請教育部趕快去跟台大了解 上禮拜開會的內容是什麼 是真的要依法處理 跟增文加商 看齊 人家增文加商都做得到 還是打算要繼續包庇 謝謝黃國昌委員